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年又是虎年 那么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款虎文吐司吧 看我们家小宝贝的表情就知道 他有多喜欢了 今天这个吐司比较简单 我做的是一个基础吐司 以前给你们分享过很多好吃的吐司 你们不是缺这个材料 就是缺那个材料 今天这个配方 你们还要说缺材料 那你们干脆来我家拿吧 可是我就是不开门 当面团能拉出较厚的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盐和黄油 然后继续开启处室机 先低速 再转中高速来揉面 做吐司的话 面团一定要揉到能拉出手套膜才好吃 揉好的面团 我们将它分成两部分 虎文的颜色是由黄色和黑色构成 四分之一的面团用竹炭粉调色 剩下的大面团 用黄色的果蔬粉或色粉调成黄色 今天赶时间 我用的是一次发酵 将面团盖上保鲜膜 醒发15分钟就可以开始整形了 我们先将黑色的面团 擀成较薄的长方形 擀好以后 先放在一旁备用 黄色的面团 我们取三分之一 留着给老虎做两个小耳朵 黄色的大面团 需要擀成长方形 然后再随意切两条黑色的面团 铺在上面 铺好以后 我们将它从右向左 卷成像这样的面包卷 接下来从中间 将面包卷一分为二 整形还是比较简单 就像扭麻花一样的 全部扭好以后 将它随意地团在一块就可以了 之前两个黄色的面团 放在老虎的耳朵位置 将扭好的大面团 放在中间 现在需要将它送入烤箱 进行发酵 我们只需要将面团 发酵至吐司盒的七八分满 就够了 然后盖上盖子 送入烤箱烘烤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 用195度 烘烤30分钟 烤好的吐司 我们出炉以后 最好趁热抖膜 等到冷却以后 就可以开始切片了 这款虎温吐司 切开的每一片都不尽相同 如果你也喜欢它的话 就赶紧动手 坐起来吧 预祝你们虎年大吉 至于